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那麼,珠海現在就說準備要建方艙醫院 就用了航展位置去做 預計要提供到兩千個床位 網上找到一些相關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我們看影片吧 珠海航展館,方艙隔離點 已經全部可以同時容納五千人 所有的東西都移用俱全 床單,電子 洗衣相關的洗手用品 垃圾桶,床頭櫃 充電插座 非常nice 垃圾桶,毛巾 梳子,牙膏,牙刷 拖鞋,拖鞋,洗衣粉,洗髮露,移用俱全,紙巾,床頭櫃 歡迎回家 珠海歡迎 根據廣東廣播電視台的報導 有知情人士說 珠海方艙醫院的建設已經確實完成 以及即將投入使用 報導指出 有一名疑似參與建設方艙醫院的網民說 珠海方艙已經員工 根據現場影片顯示 珠海方艙醫院設了上下鋪床位 亦設有水桶、免盤等生活用品 預計一早可以容納到80種床位 另外有網民說 珠海方艙醫院的建設用時 只是用了3至4 而根據珠海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在今年5月所公佈的方艙醫院建設項目中標結果 項目建設要求同規模顯示 選址在金灣區的航展中心裏 已經是建成塔合使用的9至11號管 及新聞中心裏進行改建 其中9至11號的展館設計分別是緩衝區、 醫療工作區、醫藥觀察區、解除觀察通道 四個部份可以提供到10個醫護單元 大約是2000個治療床位 而新聞中心就會作為醫護及工作人員辦公區 及物資的保障中心 其中先行開展第一階段採購工作 而採購內容是離心風機、污水處理設備 及治療床位等費用要控制1000萬以來 第二階段就會以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下達任務指令 做一個啟動時間 確保要在一個禮拜內完成建設及投入使用 現在可以見到珠海那裏疫情應該都很嚴峻 令到現在他們的方艙要立即起好投入使用 其實由這一點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下 這個疫情如果到今時今日還要再起新的方艙醫院的話 都應該不會是短時間之內可以完結得到的了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